大家好,我們是DecentralizeHK 我們這次開坑的主題是 給我RSS,許你一輩子 用RSS將網站備份到區塊鏈 先介紹一下我們DecentralizeHK在做什麼 我們的目的都是在做香港的史料備份 我們就是會將香港媒體的內容 把它備份到區塊鏈上去做永存 我們是將它註冊ISCN 然後把內容上傳到IPFS跟RWIF 讓它可以永久保存 我們目前已經有完成的結果 包含像是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等許多媒體 我們截至目前為止 做的都是關於過去內容的備份 然而新的內容是不斷在一直產出的 我們要怎麼讓新的內容可以持續整合 讓它在創造的當下就能夠達到永久備份呢 我們過去的做法都是去會針對單一網站去寫爬蟲 來將內容整合之後上傳到區塊鏈 但是這樣的話對於一般的網站經營者來說 這個門檻太高了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有一個方式不靠Programming就可以完成這個備份 那就先來介紹一下這次的主題 RSS是什麼 RSS它是Really Simple Indication 它其實就是我們現在常聽的Podcast後面使用的技術 它會用一個XML文件去記錄每一篇文章的Meta Data 像是標題、Description、它的URL這些 那使用者就可以用單一的網址去訂閱網站上的新文章 所以它的用途就是可以讓使用者只用一個閱讀器 就可以去訂閱所有網站 左邊這張圖是我自己的閱讀器的範例 就是我可以用我的閱讀器去看很多個網站都在裡面 那右邊這張圖就是RSS它那個文件實際長的樣子是怎樣 那RSS可以怎麼幫助內容備份呢 我們今天想要開坑做了一個主題就是ISN RSS Issuer 那我們就是想要做個工具 一個前端網站 讓它從RSS當中去擷取網站上面每篇文章的Meta Data 就可以直接用這些資料去鑄造成ISN 然後它就可以被儲存到IPFS跟RWIFT上面 這個好處是因為RSS它是一個非常通用的標準 所以說我們只要把這個工具做好之後 這個就可以把它套用到所有提供RSS的網頁 而且RSS它很大的重點就是它是持續更新的 所以未來這個網站的擁有者它更新內容之後 它只要再跑來這個工具就可以把新的網站再備份上去 新的文章再備份上去 就可以持續的整合 而且RSS跟ISN它都是開放格式 自由的生態 好 那這邊就是我們要招募 我們想要招募前端工程師 UI UX設計師 以及對內容備份 序中心化技術有興趣的朋友 那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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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